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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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出版朋友台灣蔡寧縣的從政告白 我是因為三月十七號有一個新書發表會 近前我們希望今天要蔡寧縣先生做回 跟這本社上課領總統 在裡面我是覺得選台灣 關心歷史執政這八年的功課 幾乎我覺得民進黨也沒有在檢討 所以創民憲部長這本社我看起來很感動 我覺得這裡有很多就是還原八年阿弥總統 他會執政期間在外交 在國豐很多的困境 跟他做過很多在台灣的事情 這如果沒有透過這本社 很多人可以了解 所以不應該國民黨一筆抹殺 中南忠粹總統在執政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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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所以不但在軍憑 這才是動元 應該要向中東最近這些公共 我今天要蔡寧縣先生以憲聲說法 所以台灣人也只有他很難得 有這個機會做到國防國典 在外交和在海外的種種 他這個人重點默契 所以你如果看這本社 你會覺得說 一個良低的台灣人 對阿明仔總統很平時的功果的減少 所以希望各位忙碌的朋友 你們可以來看一本創民憲 他的經從政的告白 我們也歡迎你們批評至高 感謝 我經歷來特別來近阿扁總統 有兩個理由 第一就是 王春風出版社 出版這本《天理由台灣》 我用他兩年的時間來口述 完成的一本社 這就是中國 阿扁總統這幾十八年 我有榮幸參加 一本國風改革和外交交的一本告白 這當然是 要讓阿扁總統做參考 第二 這就是要透過這本社 讓全國的人民 不管是 不分顏色 不分黨派 大家都可以來宿客 國風和外交要超越黨派 過去做到好的地方 我這本社也有肯定 有寫出來 做到有需要 未來可以加強的 有時在國風和外交的工作 做不到好或做不到的地方 可以讓未來的民意代表 或者政府官員 尤其是外交、國安和國風 改革的過程中間 可以讓大家做常客 這是一種歷史的紀錄 我全國這麼客觀 和真心的台度 來全國我過去一八年 民主黨執政2000年到2008年 這中間所做的 所講的 跟美國人、跟日本人 跟這些外國的朋友所講 或是台灣的這些朋友所講的 一些輸入 來做奮向這場客 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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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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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白若 報告 指定 制定 一種 作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